三天一天屠龙记中的六大经典台词 第一,张三丰 这是张三丰在他百岁受淡那天 更阔别了十年之久的爱徒张翠山说的一段话 当时张翠山本来还担心 师父张三丰会因为妻子因素素是魔教中人 而将他拒之门外 乃至张三丰得知此事后 不仅没有半点排斥的意思 而且还尊尊教导他要放大格局 学会辩证看待问题 张三丰对张翠山说的这段话 就是放在现实中 也有很大的启发意 第二,灭绝师太 我的法名是灭绝 对妖魔邪道要灭之绝之绝不留情 灭绝这句话 跟张三丰的经典台词 形成鲜明的对比 都说出家人慈悲为怀 六根清静 可是一天屠龙记中的 峨眉掌门灭绝这个角色 却是个脾气暴躁 心狠手辣而且固执己见 牙字必报之辈 除恶无尽 本来无可厚非 然而讽刺的是 灭绝一生所恨所杀之人 全部都是抗击暴援 拯救黎明苍生的正义之事 由于灭绝的善恶不分与名玩不化 导致两个峨眉优秀女弟子 一个被他打死 一个被他害惨 对不起 失明难为 第三 殷素素 这是殷素素在武当山上 面对六大门派逼问 金毛世王谢迅和屠龙刀下落时 用含糊其词的言语 骗过少林四方账后 留给儿子张无忌的一句话 可惜年少无知的无忌 当时并没有把他当回事 导致后来被雪岭双叔之一的 朱九真迷惑 差点铸成大错 第四 赵敏 周芷若在灵蛇岛上 下药迷倒众人 盗走屠龙刀和以天剑又残忍地杀害猪儿后 张无忌认定是赵敏所为 理由是他们中的迷药石箱软禁散 只有赵敏才有 并且事情发生后他人又离奇失踪 因此回到中途一见面 张无忌就赏了赵敏几个小巴掌 然后劈头盖脸地骂他卑鄙奸诈 心狠手辣 赵敏蒙受不白之冤 多次苦苦为自己辩解无果 最后便对张无忌说出了这句话 可惜没有证据 结果仍然无忌于世 直到后来 张无忌因为与陌生骨的尸体不弃而遇 而被正巧赶来的宋远桥等人怀疑为凶手 亲身体验了一把不白之冤又被赵敏点破 默契侠是你杀的吗 为什么你的施叔伯都认定是你呢 英灵是我杀的吗 为什么你又认定是我 难道只能你冤枉别人 不容许别人冤枉你 张无忌闻言 这才如醍醐灌顶 承认赵敏那句话很有道理 第五 赵敏的偏要勉强 张无忌与周芷若在豪州举行婚礼时 赵敏到场阻止 苦头头范窑劝道 人生不如一之事十之八九 既已如此 也是勉强不来的 而赵敏却毅然决然地回答 我偏要勉强 跟周芷若的问心有愧形成鲜明对比 不得不说 赵敏真的胆识过人 一个女子 为了自己的心中所爱 竟然敢于置身前往龙堂虎穴 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跟情敌抢男人 这是何等的勇气 更让人佩服的是 他这并非一时冲动 而是非常清醒地抓住了张无忌的软肋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英明决策 赵敏的这一壮举 让一旁的杨潇都露出惊讶的目光 想当年 他就是因为缺乏这样的勇气 没将几小福留下 最终导致爱人被灭绝老匿打死 暴汗终身 第六 殷天正 连老夫都自叹不如 这是头顶劳斯莱斯的白眉英王殷天正 在武当山上见到赵敏手下阿三表演身后内力时 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连老夫都自叹不如 既有佩服语气又带自嘲讽刺感 被无数网友称赞为一天最经典台词